拉扫的样 大家好 我是小豪 时间到了下午的一点半 然后从早上到现在 我一口水都没有喝 我真的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平时饭量就是三个菜 一个米饭 晚餐大概就是说 吃的是汉堡 肉吃的是炸鸡 就这么吃了四个月 体重到了可耻的 128斤 128斤 那今天我再试一下 我选择的带餐粉 究竟可不可以 满足我的食量 我今天准备的两款带餐产品 真的是最近普天概念的 在做营销 直男杀手 罗友靠老师 代言的这个 FIT8能量棒 然后说是 如果你24小时之内 只吃这个东西的话 平均每天能收2.9斤 那一个就是 演那个美剧 那个北极新小姐姐 代言的这个 Smile的带餐奶昔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包装的 只要把水兑进去 然后摇匀了以后 一天喝这个就可以管饱 对于我这种 就是一上午没有吃饭的男生来说 这一点带餐 究竟能不能真的让我 管饱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能量棒这个概念 最早是出自20年代的美国 当时是有大堆科幻迷 他们觉得 能不能生产出一种药丸 吃进去之后可以带一些食物 以后人每天早上 才吃个药 就一天不用吃饭了 那后来 随着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他们就发现 太空宇航员吃的那些压缩食品 跟这个概念很像 然后于是就有商家 把它做成了能量棒这种东西 然后就冠与的是 实验室发明出来的 科技食品的一个概念 各种能量元素的补充 加上它又有一个保促感的补充 把它做成了最早的能量棒 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量棒变成了减肥食品 这个能量棒其实看起来就很像 泰黑糖 这里面应该是有放一些火仁棒 它们写的是成土因 好吃 它其实蛮甜的 就是不应该这种减肥食品 不应该是不做糖 我放很多糖的嘛 这好甜 我放了麦芽糖浆 不添加蔬糖 算是好甜 这个概念像不像我们之前 那个广告里我们施了一下什么的 来一根 来一根 我看了一下这个成分 因为蛋白粉 就我们现成喝的蛋白粉 脱脂的那种蛋白粉 好腻哦 那种鸡肉很腻啊 每餐吃鸡肉两根 我吃第一口觉得是甜甜是好吃的 然后你吃久了你就感觉 你抓了一把奶粉在嘴里面塞 拉嗓的样 然后我们现在喝一杯这个 代餐奶昔 西兰奶茶 黑芝麻 黑松露巧克力 太非咖啡 还喝奶茶的吧 那最早这个代餐的概念 传入中国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是拿那种 谷物粉来冒充这种代餐 高端的手法 老酒吧了 老酒饱了 一看就是待会很有副业 它这个奶昔的配料 其实也是脱脂奶粉 蛋白粉 玉米淀粉 各种麦芽糊 膳食纤维粉 感觉不会很好喝的样子 好难喝 还说味道跟奶茶一样 虽然说是有奶茶的味道 可是你们家奶茶 有那么稠吗 凉一下会更好喝 真的太烫了 你别笑 不过你别说 我刚吃完这能量棒之后 真的 没有那么饿了 哇 谁一顿饭喝个这个东西 真的蛮瘦死的 等一下你来尝一下 恶心死这个味道 抹茶了 我帮你冲吧 这高端的酒吧 我帮你冲一下 再带三奶昔 我拿我调威士忌的方法 帮你调好它 你要不要尝一下 你先尝一下这个 你先尝一下这个 你来喝 就像是面粉 对 对对 就面粉兑水苗云 就是面粉兑水 你让孙姓大哥尝一下 是不是难喝 它里面居然还有炒米 炒米蛮香的 我再尝一下 还是有甘主选味道 还是都是 难喝 巨难喝 这什么口感 喝完之后 我觉得我舌苔都重了 干了 Oligate 这是喝麻布笋的味道 它里面还有点稠的 也不知道是啥 我现在是 确实没有什么饿的感觉 但是我确实也没有什么 吃完饭之后的愉悦感 就我平时吃完饭之后 我就会很开心 就会躺在床上这样 爱发饭鱼 然后觉得很爽很开心 真的吃了美食 然后吃完这个东西之后 就觉得 就是没有什么吃饭的感觉 就不太开心 喝进去之后 你先整个嘴里面 只有那种粉味 这个吃进去之后 就是挺烟的 平常一个人 就是一餐只能吃一个 这个也是一餐只能喝一瓶 我是吃了平常人两倍的量 我们来试下它能不能管饱 现在是2点34分 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 据我刚刚喝完这个奶昔和能量棒 时间已经过了三个半小时 然后过去和奶昔的盛影小姐姐 已经开始吃起了这一 我本人也是买了一份汉堡 我活了 大餐真的没有那么神奇 它就是一堆奶粉 你扎上一些微量元素的粉末而已 而且代餐也从来不是为了减肥 而被生产出来的 现在很多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微商 一些商家在卖的那种减肥奶昔 减肥代餐跟你说 你喝一个月可以瘦20斤 我跟你说你喝一个月 芝麻糊也能瘦20斤 你不仅能瘦 你脸也会喝垮 喝了一个月之后 你会洗蹄绝晶套餐 喝8000块钱的中套给它调理回来 然后喝进去之后再反肥40斤 有些小伙伴就跟我说 我喝芝麻糊就会饿得很快 喝代餐就不会饿得很快 当然这里面剩什么 全是膳食纤维 浓缩糊腥筋 抗性糊筋 这些东西一是不好消化 二是进到你肚子里面 就会遇水膨胀 与其是饿受自己 我不会选择更加健康的 果蔬杂粮鸡胸肉 这样子我选择的口味还多一点 还不用嘴里面一直犯寡 一直反胃一直打嗝 健康饮食真的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在减肥的同时 也别忘了身体健康 好的我是小豪 一个用生命为你省钱的男人 记得给我转发点赞和评论哟